好 現在看到是習近平睽違了五年之後呢 首次出訪歐洲 只可惜現在真的時不我雨嗎 場面冷冷清清 現在跟各位說習近平過了好久 整整五年來到了法國 來到了法國場面話講得真漂亮啊 倍感親切喔 但現在呢中國的口袋 還有那麼深嗎 那現在可以確定喔中國的口袋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為什麼呢 過去習近平只要出外 訪問當地所有的跟中國相關有關的僑胞 各位都會拿到口袋 都要動員 大家就要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 結果我們的駐法代表吳志忠真不給人家面子啊就說 啊人家都快要來了 哎呦祺你看 人家說小貓兩三隻啊真的是 祝習近平訪問法國取得重大勝利 就這幾隻貓 連錢都花不起了 花不起了真的是 就場面很冷清啊 所以呢簡單的說 歐洲的氣氛現在已經是大大的改變了 那現在跟各位談習近平為什麼這一趟要千里條條的過去喔 因為上次大禮包已經用完了這次不能再用了 馬克宏各位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中國疫情剛完馬克宏過去 習近平給那個大禮包嚇死人啊 為什麼呢 單單飛機不多不少 單單台幣買了一兆 就買了一兆 那這次去呢要幹嘛呢 第一個先弱化美歐的一個連結 所以請各位去看喔 他那個訪問的國家是有貓膩的喔 因為德國的總理剛離開 中國而已 所以去德國沒意義 所以呢他就選擇了馬克宏 他選了馬克宏之後呢又選了塞爾維亞又選了匈牙利 後面兩個是他的小弟是他家後院啦 也是 俄羅斯他順便幫俄羅斯照顧嘛 所以現在來跟各位談幾件事情喔 造訪三國是要制衡華府 但現在馬克宏呢也直接講了大白話了 馬克宏就說 中國目前的消費占全世界16% 所以呢法國也是需要中國的一個市場喔 結果一去呢現在單單跟各位談喔 那個時候中國他不是就把整個貿易聯盟把它給打開了嗎 法國最出名的叫做XO 目前XO據說大家都可以坐下來談了 關稅要往下降喔 好那訪問法國完之後呢 明天的大戲就要來了 尤其你知道嗎25年前啊 中國駐南斯拉夫 那個時候南斯拉夫還沒分裂齁中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呢突然間 有一台美國的隱形轟炸機進去了 他說是誤炸 他說他是誤炸 可是呢是誤炸嗎 誤炸怎麼可能連丟5顆炸彈呢 所以那個時候呢根據江湖的一個傳說是說 在歐洲啊有一台美國的隱形轟炸機被打下來了 打下來之後呢 中國他們所有的情報人員呢 他們就去把所有的零件全部撿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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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完之後 就藏在中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的地下室 所以呢後來呢 美國呢他用誤炸的名義就過去 5顆飛彈咻咻咻就下去喔 特別還打了穿地彈 可是呢沒拿沒炸掉 所以現在才有現代的所謂的轟二十嘛 現在中國有隱形轟炸機囉 那習近平那時候中國是氣死了 各位你去想想看 我們的大使館 駐在南斯拉夫的 你居然美國說你來誤炸 你這個理由你都說得出來 然後呢各位1999年的5月7號 到今年是2024年喔 5月7號習近平同日造訪 而且造訪的是貝爾格勒 他在暗示什麼 他在暗示說 25年的這條仗 我們還記得嗎 那我們還記得敢跟整個美國正面開始嗎 目前來看是不會 那好 義大利都要退帶入了 現在整個 整個歐盟當中 簽的整個先進國 包括了像什麼義大利啊匈牙利啊等等的 這個都有簽對不對 可是如果義大利退出去之後 沒個像樣的 那沒個像樣的怎麼辦呢 所以呢義大利要退 所以現在呢塞爾維亞匈牙利 這個都是中國的後花園 中國的後花園當然要講好話啦 擦脂抹粉嘛 這第一件事情 而且場面當然要做大 你看到法國去這個路上 像是迎接受習近平的嗎 幾百公尺三四個人而已 小貓就兩三隻啦 所以塞爾維亞這個場面 會弄得比較大對不對 但場面最大會放在匈牙利 為什麼是放在匈牙利呢 現在跟各位談喔 匈牙利呢過去幾年來贏了兩個大貴賓 一個叫德國賓士 另外一個叫中國比亞迪 那以匈牙利來說的話 匈牙利是一個非常 在歐洲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位置喔 他剛好在中間的點 然後呢人工也低 相對來說他們的支出也不用那麼高 但重點是匈牙利過去在重工業化做的還不錯 所以呢中國一直是匈牙利最大的一個投資國 單單在2023年喔 他投資匈牙利就投資了107億個歐元 可以說是下了血本了 那下了血本呢做的是什麼呢很簡單 歐盟現在呢是 整個刀子拿起來要對中國像什麼比亞迪啊 這些好的電動車要升關稅 據傳這波升關稅會升到50% 可是呢 他們有一個例外條款 你在我歐盟裡面自己做 我們的工作機會 你提供了嘛對不對 我們不加 所以目前包括了比亞迪 全中國現在有10大電池廠對不對 有5間喔 通通要去匈牙利建廠 那要去匈牙利建廠呢 現在呢所有的歐洲這些大廠商 會怕為什麼會怕呢 你比亞迪跟五大電池廠都來了之後 我怎麼跟你拼價格啊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麻煩喔 所以未來的匈牙利會不會成為歐洲 中國最大的一個突破口 這個大家都在看 但這場戲還在演 這場戲還在演 因為還在建廠還在陸陸續續 還在完成當中喔 這個都要來看喔 但馬克宏這次呢 也算是用盡了心思 發生什麼事呢 有沒有發現這個很帥的這個男生 這個男生現在是法國的總理 他叫阿塔爾 阿塔爾是真的長得帥 年紀也非常輕喔 不到30歲 這次呢特別去迎接習近平 迎接習近平的第一句話呢 講中文啦 習近平說哇你的中文 講得很好 講得很標準喔 但我們把後面這幾天呢 先來把這個標準的流程 先把它講完 第一個 習近平到歐洲去呢 這次對於整個俄烏戰爭呢 會討論 但是先跟各位說不會有結論 不會得到解決的 為什麼呢 俄烏戰爭當中 目前中國畢竟還是 俄羅斯後面最大的一個支持者 這第一件事情 但這次是平衡歐洲大國 宣傳一帶一路 所以這當中呢會討論 非常非常多有關於電動車啦 商業聯盟啦 歐洲不要深邃等等的 但後面大戲在中國 普丁5月16號 據傳會一趟路 親自到中國去 為什麼要到中國去呢 5月16號跟我們突然間想一想 開始有點明朗了 台灣要520啦 所以呢現在的整個國際外交的信 是一場接一場 但這次呢習近平到了歐洲去 只能說 中國的口袋不再那麼深了 看到法國冷冷清清 後面塞爾維亞跟匈牙利 你們要加油點啦 哈哈哈